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百间学校一共有13班 因为出现聚集个案 要暂停面售货一个星期 输入个案占605宗 无新增变移诸个案 多26个患者离世 第五波疫情 累计10505人死亡 星期四开始 市民可以接种复必泰2架疫苗 作为第四针 当局说昨日第一日开放月药 有万多人登记 相信采购的剂量足够应付需求 首批77万剂 针对Omicron的 伏必泰2架疫苗日前底 说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栋培音 说 自至昨天收到 11,600人网上预约接种 相信已采购的剂量足够应付需求 他说如果市民到社区接种中心 就算拿职日酬都可以选择打2架疫苗 不过新一轮院舍外展接种服务 就不包括这一款针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说 伏必泰2架疫苗储存 教一架疫苗方便 他相信接种人数会上升 建议政府考虑给市民尤其是长者 可以选择二架疫苗作为第三针 政府就认为现时三针接种率有8成2 加上部分人接种之后受感染 无需再打 会再视乎情况考虑有关的建议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尔报道 内地单日本土感染突破4万宗 仓疫情已来新高 新增4052宗 重庆疫情加剧 占最多有9685宗 市政府昨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以最短时间实现社会免清零 做到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以及发展要安全 以广东的疫情仍然严峻 有9108宗 广州占了大部分 其中判余区除了广州南站之外 其他区域的地铁站和巴士线 即是起暂停服务 北京有3888宗 而四川、吉林、山西、陕西、新疆等多地 都新增过千宗感染 转体下 中审法院拒绝向律政司批出许可 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拼请英国大律师处理他国安法案件的上诉 黎智英将会可以继续拼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他在这个星期四开审的国安法案件抗辩 中原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三个法官 颁布书面判辞 主要基于两大论据拒绝律政司的上诉 包括律政司在中原聆讯当时 提出的观点是全新的 从而未曾在之前的下级法院提及 有违相关法律原则 对答辩一方不公 律政司也都未有就他的观点 提出充分理据支持 例如拼用海外律师来港抗辩 为何会泄漏国家秘密 判辞说见不到律政司一方的陈词当中 又提及今次案件 如何涉及机密资料 判辞强调 法庭必定会履行港区国安法第三条 建议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并以国安为裁决的重要因素 但前提是新情况要妥善提出和充分探讨 而不是只是说和国安有关 基本法委员会委任林美芬说 不评论今次案件 但他说无论是基本法 还是港区国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解释 社会应该以平常心去看待 过往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是会行使解释权的时候 通常是他认为那件事本身 是对日后有深远的影响 有时他们表达了不同意见 又不一定会释法的 譬如张峰元案 就是有很清晰不同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省法院 但是是没有释法的 有一些情况就是很坚持的 譬如江峰元案 就是他们非常坚持 这个是外交的行为 这些其实是很正常的 熟悉基本法在过去25年 那个实践 其实现在发生着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应该是用一个学习的心态 行使它的释法权 其实很清楚 是限制秩序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一部分 就不应该用政治的揣测 去看这个问题 律政会就不评论 是不是应该由人大释法 强调尊重法院判决 但人大常委会也都对港区国安法 有最终解释权 国安法我留意到它的附件的第62条 负责的第62条 是说到它有凌鸽性的 就是说如果本地法律和国安法 有相抵触的地方 应该是根据港区国安法的规定的 而这个负责的第65条 也都提到 这个港区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 在人大常委里面 这些在法律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刚才都说了 我对香港法院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何去演绎这些条文 我们都很尊重法院的判决 加拿大公布最新的印太战略文件 内容围绕中国 说中国的依据破坏性 企图重遂国际秩序 强调加拿大在严重分歧上 会挑战中国 在北京外交部批评 文件对中国无端指责攻击 中方已经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 加拿大外长赵米兰 曾连同多位内国官员 星期日在温哥华公布26页的印太战略 提及中国超过50次 仍用中国崛起 对印太地区带来巨大影响 并且有野心成为区内的领导势力 文件说中国大规模投资 以建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 具侵略性军事力量和先进科技 并且企图重塑国际秩序 至一个更为重容和沽息的环境 日益偏离加拿大的利益和价值观 文件强调加拿大在任何时间 都会毫不犹豫地捍卫国家利益 在中国采取经济脅迫 莫斯人权 又或者损害加国区内伙伴国家 安全利益等严重分歧的范畴上 加拿大将会挑战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 加拿大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同时反对威胁台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 加拿大当局将会投资20亿家园 增强国家基建 民主和公民免受外国干预 又提议修改加拿大投资法 防止外国国营企业和实体 收购加拿大关键工业和知识产权 威胁国家安全 所有联邦部门也都要审视 同中国等国家签署的量解变忘录 确保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获得保障 未来五年也都将会投资近五亿 改善和区内盟友的军事及情报合作 强化加拿大在印太的军事存在 在北京 外交部对加方文件表示强烈不满 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加拿大出台的有关战略 奢华内容 充斥意识形态偏见 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对中国无端指责攻击 发言人说台湾、新疆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部势力指手画脚 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清霸 永远不搞扩张 无线电视记者周志玲不立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财经消息 本港上个月对外贸易表现差过市场预期 政府统计处公布 上个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是3747亿 按年下跌10.4% 跌幅大过市场预期 并已经连跌6个月 同期进口下跌11.9% 跌幅也都大过市场预期的6.4% 并已经连跌4个月 政府发言人说 主要先进经济体通胀高期 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 将在短期内继续压益环球需求 香港的出口表现会继续承受巨大压力 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 内地新冠确诊中数突破4万宗 行市低开573点 随即跌幅扩大 早段最多跌739点 其后跌幅逐步收紧 收市跌275点 报17297点 成交1182亿 科技股普遍受压 微波亦跌半成 京东跌超过4% 美团第三季纽规为盈 股价益市升2% 澳门新赌牌镜头结果陈埃落定 不明朗因素消除 并利升1.5% 美高梅升1.3%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提出落实20条优化防控措施 努力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憧憬更精准防疫 参赢相关股益市炒上 核部核部升超过8% 海底撈升超过6% 人民银行降进幅度 细过市场预期 内房股普遍下挫 碧桂园跌近6% 龙汉跌半成 内地保险股全线受压 平保同中人售同跌4% 莫金士丹尼报告说 国泰正步入正轨恢复运力 预料7年半港航空市场 将会公不认求 国泰股价升超过半成 受控股股东减持消息拖累 让明康得跌近7% 理想有两款型号汽车延迟交付 估价下挫半成 无线电视记者续继续报道 转看下欧洲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46点 法国CAT指数跌62点 德国DES指数跌134点 转看下 香港家庭请外容难 有中介说泰庸是另一个选择 但要提升最低工资 吸引泰庸来香港 钟在乞在泰国了解过 你叫什么名字 来香港打工之前 先学广东话 我又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你朝着露宪天山 简单的对答 煲汤 蒸鱼 切菜 照顾一家大小 还懂得泰式按摩 他们只接受三个月的训练 一个星期想录一堂 朝九万四 当众不少来自泰国东北 比较穷困的地区 27岁的他说想改善生活环境 有很大的责任 家人有两个兄弟姊妹 泰国的经济现在一般 所以如果在那边来说 他的收入可以存钱 吃饭了 40岁的他大学毕业之后 曾经在泰国一间五星级酒店 工作二十几年 但是新冠疫情令到他失业 大家吃饭了吗 吃饭了 在这个训练中心 只有两个导师 教他们如何融入香港的家庭 但是导师们都说 来到这里上课的 大部分都很有天分 而且多数都已经结婚 很有责任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 本港已经引入太庸 高峰的时候 有七千多人在香港那里做事 比引容还要多 但是近年只剩下二千多人 现在每年的太庸新血 不够一百个人 中介华会继续向当局游说 又说香港的雇主 都要有所付出 以香港的最低工资 去吸引太庸 是没可能的 根本只有越来越少了 最少六千元以上 他才有兴趣 他相信普遍的香港雇主 都能够负担起 给这个工资 无线电视机 就在中策熙 在泰国曼谷报道 美国早前宣布 禁止进口和出售 华为和中兴等中企的通讯设备 在北京 外交部说 坚决反对美方无理打压 中方将会坚定 维护中国企业的 正当合法权益 美方此举是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 又一恶劣案例 这种做法 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损害中国企业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应该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武器化 为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各国企业 提供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南韩货车司机 发起的全国罢工 踏入第五日 政府今天第一次和工会谈判 但是未有共识 运输业界代表 和南韩国土交通部官员 会谈大约两个小时 未有成果 星期三将会展开第二轮谈判 南韩当局说 截至昨天 全国大约有两成的货车司机 参与罢工 货轨吞吐量 跌至平时的7% 因应工潮影响全国物流 当局将危机预警 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 早前曾经批评工会 以物流系统作为人质的总统或石月 明天将会召开内阁会议 讨论案法例 强行要求司机复工 当局估计 货车司机罢工造成的损失 达到每日3千亿韩元 只合大约17亿港元 北韩官方再发放多张 最高领袖金正恩过女的照 北韩国营电视台 再发放金正恩 日前在业女金主爱的陪同下 日盛一批参与 试射周制弹道导弹军军的照 当日的报道里面 青金主爱为亲爱的千金 今次的称呼就改为尊贵的千金 又提到她是金正恩最爱的子女 分析认为 显示金主爱的地位特殊 有可能成为金市政权的接班人 中审法院拒绝批出 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 处理她的国安法案件的上诉许可 梁美芬说 无论是基本法还是港区国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解释 社会应该用平常心看待 晨十五飞船 明晚坐在三陵红天圆星空 指令掌系闭进路 中审法院拒绝向律政司批出许可 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 处理她的国安法案件上诉 黎智英将可以继续拼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添欧云 代表她在这个星期四开审的国安法案件抗辩 中审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三名法官 颁布书面判辞 主要是基于两大论据 拒绝律政司的上诉 包括律政司在中审聆讯的时候 提出的观点是全新 从来未在之前下级法院提及 有违相关法律原则对答辩一方不公 律政司也都没有就她的观点 提出充分理据支持 例如拼用海外律师来香港抗辩 为什么会泄漏国家秘密 判辞又说 见不到律政司一方的陈池中 有提及今次的案件 如何涉及机密资料 判辞强调法庭必定会履行 港区国安法第三条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并以国安做裁决的重要因素 但前提是申请方要妥善提出 和充分探讨 而非只是说与国安有关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林美芬说 不评论今次案件 但他说无论是基本法 还是港区国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解释 社会应该用平常心看待 过往来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它是会行使解释权的时候 通常是它是认为 那件事本身是对日后 有深远的影响 有时他们表达了不同意见 又不一定会释法的 譬如张峰元案 就是有很清晰不同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审法院 但是是没有释法的 有一些情况就是很坚持的 譬如江峰案 就是他们非常坚持 这个是外交的行为 这些其实是很正常的 熟悉基本法在过去25年 那个实践 其实现在发生着的 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应该是用一个学习的心态 行使它的释法权 其实很清楚 是限制秩序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一部分 就不应该用政治的揣测 去看这个问题 律师会不评论 是不是应该由人大释法 强调尊重法院裁决 但就说人大常委会 也都对港区国安法 有最终解释权 国安法我留意到它的附件的第62条 负责的第62条 是说到它有凌鸽性的 就是说如果本地法律 和国安法有相抵触的地方 应该是根据港区国安法的规定 而这个负责的第65条 也都提到 港区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 在人大常委里面 这些在法律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 但我刚才都说了 我对香港法院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何去演绎这些条文 我们都很尊重法院的判决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后日截止提名 五多位见界人大争取连任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 同副会长谢爱雄 朝早到位于上环的选举工作办公室 参选港区全国人大 吴秋北说获得230多份提名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忠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等 谭耀忠宣布不参选 外界市吴秋北有望出任下任常委 我始终觉得要先做到人大代表 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才能够再进一步的考虑 转骨人大前常委范徐黎泰的儿子范俊华 手押80多份提名参选 说希望做好青年教育工作 想起妈妈帮忙拉一票 他会支持我的 都没什么特别的提点 因为常常提点我 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北京的祝福 因为这几年我都没去过北京 来交表参选的有多个立法会议员 包括民建联的陈仲宜和黄英豪 多个现届港区人大代表争取年任 包括陈曼琪、陈晓峰 还有年届68岁的胡晓明 我仍然是有心为国家服务 我也都有力 虽然年纪是大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仍然是精力充沛 提名期星期三截止 1423个选举会议成员 将会在下个月15号 以不记名的方式 投票选出新一届36个港区人大代表 母先烈士记者 杀娟文部导 转体下 辰周15号载人飞船 预计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 搭载的三名航天员 将会在中国太空站 同辰周14号三名航天员 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载轨换降 辰周15三名航天员 辉晋龙、邓清明和张六 是走传卫星发射中心闻天国建记者 他们三个人平均年龄53岁 是历次载人飞行任务中最高的 57岁的指令长辉晋龙 是唯一曾经执行飞行任务 2005年胜坐辰周六号胜控 17年前我执行神州六号任务 今天我能够再次为祖国出身太空 我感到非常自豪 无比激动 56岁的邓清明是中国首批航天员 收婚24年三次成为神州后备航天员 今次终于何而胜控 想到更多的是珍惜机会 扎持训练 不如使命 作为一个让组织放心 让城主放心的人 至于46岁的张六 是中国第二批航天员 收婚了12年 12年里有一个信念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那就是飞天 为个人的梦想飞天 为民族的梦想飞天 6月升空的神州十四号载人飞船 三名航天员 目前仍然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 神十五和神十四将会实现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载轨换间 并且在太空站内共同生活 整个过程大约6日 两手载人飞船连同天和核心仓 梦天蒙天实验仓 同货运用的天州5号 将会组成重达九十几吨的最大救营 神十五驻楼太空6个月 将会执行三至四次出仓活动 验证梦天货物 气阶仓工作模式等 合共六大方面的任务 无线电视机仔 陈雪儿报导 先有四个银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教育局委托的一项调查发现 九成八雇主满意本地学士学位 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调查在去年第四季 至到今年第二季进行 受贩超过一千五百份 来自千几家公司、机构 和政府政策局等雇主的有效问卷 涵盖超过一千四百名 和一百七十名 2019年本地学士学位 和副学位毕业生 发现有九成八的受访雇主 满意学士学位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在五分当中获得三点七四分 是历年调查中最高 表现较理想的范畴 依次是工作态度、资讯科技知识 与民能力和人制技巧 大约九成七雇主 满意副学位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有三点五五分 超过一半受访雇主 认同需要加强行业和院校合作 一行调查显示 近六成受访外资病毒感染者说 疫情期间增加使用 遥距医疗服务 负责调查的香港外资病基金会 六到九月用网上问卷 访问二百名外资病毒感染者 和高风险人士 当中六成五人 最常用流动应用程式 获取医疗资讯 亦发现大约四成受访者 对遥距医疗服务感到不安 三成七人担心私隐问题 有机构开发出手机应用程式 指导感染者求诊之前 计划与医护人员交流的内容 亦能协助用家掌握相关自我管理知识 期间不会收集或追踪个人资料 转体下 澳门现有六大博企 成功镜头新一轮倒牌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认为 结果符合各界预期 相信政府在创伤期间 以稳定为主要考虑 由驻澳门记者王蔚之博 澳门政府上个星期六公布 未来十年倒牌镜头结果 车间镜头公司入面 现有六间博企 美高煤、银鱼、威尼斯人、新河博雅 永利和奥鱼获选 胜介入和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有关的GMM有限公司 我觉得在一个稳定性方面 从业员会优先考虑这件事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说 六间博企直接或者间接雇用的人员 在疫情之前有超过10万人 相信维持澳门安居落业 也是澳门政府主要考虑 过去那三年在这样的环境下 其实相对来说在这个行业 无论人力资源也好 无论公司的营运也好 保持相对稳定 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政府现在采取一个 以大局为重 以目前所见到的稳定 为一个最大的考虑的前提 我认为都是合适的 冯家超又说 相信政府已经吸收过往的经验 对澳门未来博彩业的发展有信心 希望六大博企未来 能够最招谋一些非博彩元素 例如运动家旅游等 加大投资 以拉动澳门的经济复苏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国际思绪方面 英国首相辛伟成 稍后将会发表上任后 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 预料将会提到 应对对手和竞争者的长期计划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但有分析说 辛伟成的对华政策 会比起上任首相卓维斯温和 刚刚上任一个月的英国首相辛伟成 会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年度晚宴 发表他任内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 将会聚焦长期策略 预先披露的演词说 辛伟成认为英国的对手和竞争者 都有长期部署计划 英国若果以短期措施 和一厢情愿的方式应对并不足够 但他同时强调会采取武实 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态度 曾经任财上的辛伟成 外交政策也会和经济挂勾 他说强劲的国内经济 是英国对外强大的基础 又强调会重振英国和欧洲关系 以及深化和印太地区的联系 也会重新英国在俄乌战事中 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分析说有关外交政策 主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但华辛伟成的对华政策 会较上一任首相卓慧斯温和 华辛伟成尋求和北京建立 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在位40多天的卓慧斯 表明将中国视为英国的威胁 新伟成早前在印尼巴里 出席20国集团会议期间 原本计划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最终临时取消 英方说是因为行情安排问题 有英国传媒说 辛伟成和习近平的会面安排 受到党内后座议员批评 还认为香港、新疆人权问题 以及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被禁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等 而关系恶化 中方多次表示 希望和英方在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推动中英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保鲜电视机仔 杨洁尔报导 南韩货车司机发起的 全国罢工突入第五日 政府今天首度和工会谈判 但未有共识 总统韵石月明天将会召开国务会议 将土下达开工名 南韩货运业界代表 和南韩国土交通部的官员 在中央政府势终办公大楼展开首轮谈判 业界要求当局永久实施安全运费制度 并立货运运货运费的下限 以防止司机超载、超速或驾驶过路 并且扩大适用范围 但交通部坚持 这项自2020年起实施三年的措施 今年介满之后不会延长 上方会谈大约两个钟头 最后一余外界预料未有成果 星期三将会展开第二轮谈判 罢工突入第五日 南韩西南部的光州、中清北道等地 继续有货车司机集会表达诉求 工潮影响全国的物流 虎山、卫山等主要港口 货柜吞吐量罩减 钢铁厂、车厂等的企业停摆 运营土车和运油车司机罢工 导致全国大约一半的工地 因为石市不足要停工 油站也都面纳可能没有诱入的危机 当局估计罢工造成的损失 达到每日3000亿韩元 折合大约17亿港元 将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 早前曾经批评工会以物流系统 作为人质的总统温世月 星期二将会召开国务会议 讨论下达开工令 强制司机复工 根据法例 若司机在无政党的理由之下拒绝配合 可以面临三年以下的监禁 或者罚款3000万韩元 报线电视记者周智玲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